欢迎收听《义士携军》第五十回 看到这样的景象啊,对面的独孤小一级的只跺脚,哎呀,怎么回事啊,这个猪头,他怎么竟然敢公然对抗圣宝堂啊,这,这可如何是好? 焦急之情异于言表,在他身边的灵孟公主若有所思的看着他,目中了,忧色更浓,君墨邪心中警惕性更浓,这说话的人分明是故意的向君家和圣宝堂两大势力的对立让引啊,难道圣宝堂和君家有仇吗? 这么一想呢,君墨邪更加不会乱说话了。 空口白牙的说话,谁不会说?你说唐员说出了五百万两,那么在场的谁听到了?啊,谁听到了?怎么我听到的就是只有五百两个字?啊,另外,你李振出价三百万两银子,圣宝堂有没有想过,他拿得出来还是拿不出来?若是拿不出来,岂不是说空着口袋抬价格吗? 你问我君家是不是和圣宝堂作对?那本公子倒是要问问,此事是不是圣宝堂故意安排好的敛财手段呢? 君墨邪这话一出来呀,局场接近,这句话等于是说圣宝堂与李振联手坑堂园的银子。 这可是对圣宝堂声誉与言重的打击,偏偏呀,圣宝堂今天呢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有所疏漏,被君墨邪抓住了这个破绽。 在圣宝堂明显有些不公正的故意为难之下,君墨邪天不怕地不怕地公然跳出来指责,大厅中呢顿时静悄悄的,当敢如此质疑圣宝堂的,几百年来还从来没有过呢。 今天众人呢算是开了眼界,长了见识了,两久之后,那神秘的人物淡淡地说道,此事确实疏漏,本座这就调查一下。 声音虽然仍是平稳吧,但是却表现出很不情愿的意思,但是众人呢都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,一个人呢被气得浑身发抖,却还要若无其事地说话的样子。 君墨邪又是一阵,啊? 圣宝堂刚才本就是故意为难,但是现在呢却明显又想放水。 哎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先是为难,接着又自食其言,出尔反尔,怎么会发生这么超诡异的事情? 其中呢,恐怕定然有自己所不知道的内幕存在。 稍轻,那虚无缥缈的声音再度响起。 李家李震公子,你刚才出价白银三百万两,可拿得出现银吗? 那李震呢,正在旁边呢,看着君墨邪和唐原二人的笑话。 幸灾乐祸之余,突然听到那声音问到了自己。 他也算了心思转得极快,连忙躬身一礼。 晚辈之前,乃是不服那唐原几次三番的搅乱圣宝堂拍卖大会的秩序,这才挺身制止。 揭露其丑陋的嘴脸,确实不敢鞠躬啊。 这口气还正气十足,那声音有些不耐烦的说道,本座没有问你的动机何在,本座只问你可有出价的三百万两白银。 李震呢,不由一令尴尬,晚辈,晚辈现在并无三百万两白银,不过晚辈只是不服唐原角落会堂,并非是刻意叫急啊。 混账! 那声音似乎是再也忍耐不住的呵斥了一声,冷然说道,既然没有足够的银两,平慎出价呀。 角落会场如何是唐家的唐原,分明是你,如破坏本堂规矩,岂可如此作罢? 来人啊,将此人即可逐出圣宝堂, 李家包厢即可取消,永久地剥夺天香城李家套足圣宝堂的资格。 话音刚落呀,顿时呢,上来几个侍者直接嫁起了李震,给嫁了出去。 那李震呢,平日里啊,也是嚣张惯了的顽固中人,为此刻竟全无反抗,连讨饶求情的话竟然也没出口,脸色煞白,浑身是瘫作了一团肉泥呀。 君墨鞋这个时候呢,是冷眼旁观,越来越感到,不对劲儿。 这明明是有些恼羞成怒的表现嘛,为什么会这样子呢? 李震纵然有错,可也绝对不会就此剥夺了李家进入圣宝堂的资格呀。 新道这边处置了胡言乱语的李震,下边,下边可就该是自己和唐元两个人了。 哼,不过我倒要看看,圣宝堂如何自圆其说,任你有千般妙计,本公子一概不理,最多也就是剥夺君家进入圣宝堂的资格,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呀? 哼,若真是那个样子,等我开天造化工艺有所成就,第一件事就是先将这圣宝堂啊,烧成一团白地。 还有就是,此事李震乃是故意捣乱,谁看不出来呢? 那圣宝堂的人也不是傻子呀,自然更加的一清二楚,但现在呢,却在为难自己之后,又突然态度急转直向。 此时处置李震,明显有借机下台的意思。 突然之间,金墨鞋心中的升起了一股明目,啊,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诡异的情况,难道是有人干预了? 所以圣宝堂才改了初衷,但是,这个人是谁呢? 谁有这么大的能量啊? 他心中正在想着,只听那神秘的飘渺的声音说道, 金墨鞋,虽然此事乃是李震丛中搅局,但你曾经出言侮辱我圣宝堂,你依然要给我圣宝堂一个说法。 声音呢,是颇为的严厉,显然是愚怒未消啊。 金墨鞋有了刚才的明目,心中大定,知道对方啊,不过是想下台而已。 那么,你可真的是找对人了,本公子现在羽衣未封,自然是要让你跳跳亮亮的下台阶的。 但是,一旦等我玄公有成,老子他妈头一件事就是杀上门来,一把捏死刚才那个说话的混账。 金墨鞋哈哈大笑,本公子几时侮辱圣宝堂了,啊,是不是? 李正恶意捣乱,本公子不慎被他蒙蔽了,而圣宝堂慧眼如炬明察秋毫,终于将这亥群之马揪了出来加以处置。 不畏权贵铁骨铮铮,圣宝堂果然不愧是圣宝堂啊,本公子此刻佩服的是无体投地。 豁人转身,君墨鞋大声地说道,诸位,大家都看到了吧,圣宝堂拍卖行果然是天下第一等公道的地方,价格公道同锁无欺,铁面无私,此等商会岂能不令人钦佩呀? 岂能不让我等汗颜无地?本公子由圣宝堂这等正义的商会坐落在天乡城而感到无比的自豪,来来来, 让我们大家沟通鼓掌,为圣宝堂喝彩好不好啊? 说完了,君大公子一脸真挚的钦佩和崇拜,率先呱唧唧唧地鼓起了掌,同时大声地说,哎,你们为什么还不鼓掌? 怎么,难道你们对圣宝堂有意见吗?若是那样,本公子第一个站出来为圣宝堂鸣不平。 这话刚落,顿时全场是掌声如雷呀。 所有的人一边鼓掌一边心中大骂,无耻,真正是他妈无耻啊,这位君墨鞋公子无耻的程度脸皮之厚,令我等自愧不如,拍马难及呀。 唯有独孤小义一脸的兴奋,他笑颜如花使劲地拍着小手,终于放下心来。 那神秘的声音也静了下来,再也不出声了。 在圣宝堂的一间雅室中,两个白衣中年人相对而坐,其中一个白衣中年人呢,狠狠地咬牙,满脸的郁闷,手起一掌,将面前的桌子拍得粉碎啊。 第一声狠狠地说,请墨鞋,好个奸化的小子,本座饶不了你。 另一个白衣人闭了闭眼,甚是不赞同的样子皱眉说,哎呀,此事本就是你的不该,如何怪得了这个小子呀? 那白衣人哼了一声不满地说,但这坟金河恐怕对了君无义,说到这里,他突然住口了。 君无义?另一位白衣人猛地站了起来,你什么意思? 白衣人吼了一声闭上了眼睛,再也不说话了。 另外那个白衣人瞪着眼睛看了他半赏,纷然地说道,我不管你和君无义之间有什么恩怨,但是他现在已经残废了,等于一声尽毁,你若是还要对付他,我就杀了你。 这句话说的是斩钉截铁毫不留情啊,显示了说得出就能做得到的决心。 那白衣人冷冷地哼了两声,转过头去,不再说话了。 另一个白衣人冷冷地看着他突然说,此次拍卖原本没有坟金河,却又突然添加上这东西,中间究竟是什么原因? 坟金河是谁给你的? 为什么偏偏要到天香城来拍卖呢? 先前的白衣人冷冷地翻了翻眼皮,哼,若是你想知道,不妨回去问问几位长老,莫要对我露出这副审问的罪脸,你真以为我怕了你不成吗? 是不是? 那个白衣人脸上更加的冷峻了,是不是他让你专门送给君无义的?要不然这次九长老为何一起前来呢? 先前的白衣人浑身一震,立声说道,你胡说八道什么呀,区区一个君无义,难道值得我们牺牲九长老的一半功力吗? 我并没有说九长老要牺牲,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? 另一白衣人脸上突然泛起了杀鸡,怎么,难道是你从中搞鬼吗? 那又如何,君家只花了三十万两银子就买了回去,还不一样是落到了君无义手里面吗? 先前的白衣人冷哼了一声,放你妈的个屁,只有坟金河有屁用,没有神玄高手疏通逛宫,在坟金河剧毒之下,君无义只有死得更快。 绿个白衣人浑身发抖,目光凌厉,你这卑鄙小人,我要杀了你。 够了。 远远地从虚无缥缈中传来了一个声音,甚是苍老却很严厉,都不必再说了。 两个白衣人相对看了一眼,目光凌厉,如两柄利剑在空中交织。 终于呢,各自都是冷哼了一声,背对背,盘膝坐下,谁也不理谁了。 大厅中啊,君莫写满脸笑容,四面抱拳,团团行礼,笑得合不拢嘴啊。 感谢感谢啊,感谢大家对圣宝堂的支持,本公子那是感同身受,无限荣宠啊。 哎,下面本公子宣布,这个拍卖呢,继续进行,大家呀,可以随便出嫁,啊,不必客气啊。 哼,你小子算是什么东西,啊,瞧你这话说的,跟圣宝堂的大掌柜似的,真正鄙视到了极点。 苏人心中的意气大骂,若是白眼能够砸人,此刻的君莫邪呢,已经被铺天盖地的白眼珠啊,砸得粉身碎骨了。 若是鄙视可以伤害人,君莫邪现在恐怕已经是体无完肤了呀。 终于,原本那神秘人的声音不再出现,另一个清朗的声音悠悠地响起。 之前坟金河的叫价乃是李家李镇搅局,出价无效,按原定价格进行。 果然是两个人。 君莫邪心中一笑,想必就是这两人之间意见不统一吧。 嗯,后来的这个人呢,应该还更强势一点。 台上的紫袍老者脸色又是一变,随即满脸无奈地说道, 呃,坟金河,这个先前唐公子已经出价三十万两银子,交价两次。 呃,还有没有比三十万两更高的呀? 有没有比三十万两更高的了呀? 连问数次,无人答话? 在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的现在,谁还敢来触犯君莫邪? 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,还有唐玉儿那位少爷,宰卖椰田心不疼的超级败家子呢? 好,好,三十万两银子第三次,成交。 当得落下定音锤,这次旁老者只觉得心中是憋闷不堪哪。 自己主持拍卖数十年,就数这一次最是郁闷,两个败家子将拍卖会完全给搅乱了。 本来呢,能够拍卖出上百万两的东西,这居然只拍出了三十万两。 这若是除去收购价格,那不几乎等于是白送了吗? 唐胖子瞬间呢,经历了大喜大悲,竟半晌没有明白过来这是怎么回事。 总算军大杀手啊,心性沉稳,急巴掌就把这个丢人的家伙给拍醒了过来。 对面呢,独孤小一撇着小嘴儿,很是愤愤地说, 哼,真是没天理了,怎么又被那家伙给得逞了? 就以那么低的价格拍到了灵草,真是可恶,讨厌,讨厌。 嘴上说着可恶啊,两只漂亮的大眼睛却是变成了月眼,似乎呢,从心底笑得出来哪里有半点厌恶的意思呢? 灵孟公主一脸狐疑地看了看她,见到独孤小一突然之间神采飞扬的样子, 憋着小嘴儿看着对面的军墨鞋在大耍流氓手段。 而这摇头神色间,居然丝毫也没有网易的厌恶之感,反而很是赞赏。 这,这是怎么回事呢? 灵孟公主心中啊,突然冒起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念头,不如她大吃一惊。 嗯,小义啊,你,你,你不会是看上了这浪荡公子了吧? 乍听这话,独孤小义顺时啊,粉脸痛红,皱起了娇俏的小鼻子,伸了伸舌头,面红耳翠的分辨。 什么跟什么呀?我哪儿看着那样的纹固败家子儿了? 哼,本姑娘啊,恨不得将她吊到我的房间里边,用皮鞭子狠狠地抽。 居然敢抢本姑娘的天外银铁,真是胆肥了,不好好的教训教训,怎么能消我凶中恶气? 依照她机会,本姑娘就会好好地修理她一顿的。 说着呢,凶恶地竖起了柳梅,一派咬牙切齿状。 灵孟公主浑身呢,泛起了一件无力的感觉。 完了,完了。 作为独孤小义多年的闺中密友,她岂能看不出此刻的独孤小义外力内敛,欲盖弥彰。 分明是快乐得不得了的样子,却偏偏的还要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 但是真正的心事呢,却是谁也能够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。 再想想独孤小义本来一肚子的闷闷不乐,心神不识啊,但刚才一听到这君墨鞋的声音,却顿时呢是生龙虎虎了起来。 这一切的一切的一切,似乎都不言而喻指向了唯一的一个可能。 可是,可是这个可能也太匪夷所思了吧,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啊。 小义妹妹,天哪,看到独孤小义胸壮维持了还没一会儿,接着两个小虎牙就笑露了出来,灵梦公主呢是更加的担心了呀。 小义,你,哎呀,你让姐姐说你什么好呢?就这么一个浪荡子弟,你怎么,这可怎么得了啊? 独孤小义快乐地哼哼了两声,眨巴眨巴俏丽的大眼睛,哼,就是因为她是纨阔子弟,所以啊,才需要好好的教训,让她知道知道本姑娘的厉害。 哼,说到后来呢,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,眼睛中满是憧憬,显然心中呢,已经在想着如何教训君墨鞋了,一副心持神网的样子。 灵梦公主更加的忧心忡忡了起来,哎呀,这件事情可是非同小可呀,纵然是独孤小义要责怪自己,自己也要尽快地通知独孤无敌大将军。 独孤世家唯一的掌上名忠,京城公认的绝世名花之一的独孤小义,与那个君家的浪荡子弟,这叫什么事啊? 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,已经不能形容了,那简直就是,简直就是抱殲天物嘛,就不说别的吧,就从皇家的角度来说, 君家第三代唯一的孙子,与独孤世家最宠爱的孙女结合,也是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结果,那必然会引起一场朝野变动。 所以,不行。 我一定要阻止这件事情,绝对不能让小义毁在这纹固子弟的手中。 灵孟公主神情复杂地看了看独孤小义,又看了看君墨邪,心中呢,那是暗暗地打定了主意。 预知后事如何,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义士携军》第51回。